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在今天下午傳出一宗突發消息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原本打算放售 位於壽山川道37號的一幅宿舍地皮 但現在這一趟交易 似乎出現了一些阻滯 中標的買家恆隆地產 在今天中午時份發佈了一份通告 他們說根據協議 這趟交易原本需要在今天中午前完成 但在上星期一 他們收到土地註冊處的通知 指出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 並非一般的商業機構 而物業也不是普通的房產 於是這趟交易 其實是牽涉到中美之間的外交事務 中國政府就知會特區政府 如果美國領事館是有意租任 購置或者是出售任何位於香港的房地產項目 就必須要提前六十日向中國政府提交申請 拿得中國政府的書面答覆同意之後 才能夠在土地註冊處進行註冊相關的手續 美國駐港澳總領事館發言人說 買賣雙方都需要更多時間來處理這趟交易 領事館方面目前就不便評論 那到底中國外交部又怎麼說呢 其實他們的回應就等同於確認了這件事的真實性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就說到 說鑑於美方對外國駐美國市領館房地產的管理規定 他們根據對等的原則 所以就要求美國駐華的市領館 包括了駐港澳總領館在內 在造任、購置、出售或者以其他任何方式來處置房地產 以及實施管社的新建、改建、確建、修善等工程的時候 就必須要相應地提前向中方提交一份書面申請 並且提供詳細的訊息 在得到中方的書面答覆同意之後 才能夠辦理有關的手續 他的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所做的事情 就根據對等原則來做 你做初一我就做十五 到底美國是不是真的有相關的規定 我相信也是真的 問題就是 現在大陸就叫做擺一下姿態 拖一拖你 叫做有多少橫耳顏色的成份 但是我相信 去到最後都是姿態大於實際 當美國領事館真真正正向中國政府 入址申請說要放售這塊地皮的時候 我又看不到大陸政府會用什麼原因 來否決這一趟交易進行 為什麼這樣說呢 實行這塊地皮 行籠地產就以超損價25億6600萬 是投得的了 作價又不是很貴 我又不相信大陸政府 會為了區區這25億 而走去引發一場 有可能出現的信心危機 如果美國領事館 賣不到這塊地皮 可能會很嚴重的 因為不單止 美國領事館本身有所損失 問題就是可能會引發一些外資的多疑 因為人們就會想 如果連美國領事館去賣自己的資產都受到阻撓的時候 自己做了生意 賺回來的錢 究竟會不會是被割韭菜呢 作為一家外資的企業 一定就是想這些 如果去到最後 美國領事館賣出這塊地皮 真的遭到否決的時候 那些外資企業 肯定就是會想辦法借頭借路 就行人了 所以為什麼我說 我不相信大陸政府 會否決這一趟交易的進行 只不過在交易過程當中 出現一波三折就少不免了 但到最後我相信都是賣得出的 如果不是 分分鐘真的會有信心危機 現在根本就叫明買明賣 而行龍地產的買入價錢 絕對是非常划算 簡直可以用執行平貨來形容 行龍現在打算買的這塊 三十七號地皮 作價是二五億六千六百萬 除開的樓面赤價大概五萬多元 兩年前華潤就用五十九億 買了隔離壽山村道三十九號地皮 除開樓面赤價八萬五千多元 現在一跌就跌了四成 所以行龍如果買得到 行龍基本上都可以說是賺的了 當然到最後這一趟交易能不能夠完成 我相信也是可以的 只不過這一趟交易拖得越來 對於外資的信心打擊相應 來講也越大 到底為何大陸會選擇在這個時刻 來叫做橫耳顏色呢 我相信又跟美國現在的局勢有關 如果到最後真的由拜登上任做總統的話 大陸現在使出的這一招 就等同於做一個下馬威給拜登 如果是由特朗普連任的話 大陸也無所謂的 反正他一樓都不妥特朗普 所以就做一下這些小動作出來 講開賣東西 少不免要提一下成哥李嘉誠 成規會在上個星期 正式為長實集團開了綠燈 天水圍的嘉湖海日酒店重建方案 獲得批准 根據資料顯示 這個項目的地盤面積大約有30萬平方呎 將會重建成為兩棟樓高53層的住宅大樓 重建之後總樓面面積 是去到201萬平方呎 住宅部分佔了150萬平方呎 以5,000火來計算 即是每火面積平均大約300呎 項目每層提供54個住宅單位 共享10部升降機 其實都宰得很小 如果你說每個單位只有300多呎 而且一層就有54個單位 豈不是每層的單位數量還多過公屋 還有的就是 整棟樓才共享10部升降機 分分鐘在上落班的繁忙時間 中低層的住宅可能進不了升降機也遲 除非那部升降機很大 當然誠哥他作出這個決定 一定有他的想法 原生這一趟地皮 就拿來做酒店 老實說做酒店是賺多少錢 怎麼都不夠 重建來建住宅樓宇 然後全數套現賺得多 如果以赤價平均14000元來計算 如果是賣掉所有單位 最少就套現到210億元 當然就是賣掉好多 而且這些地皮 去到2047年的時候 很多都到期了 所以現在看到一個傾向 似乎成哥在加速 將旗下的酒店入紙申請 改為規劃住宅樓宇或者商業大廈 比如說在這個月中的時候 長實又再入紙申請 將馬鞍山的海逸軒 全棟改為一梯58伙的私樓 如果真的賣掉這些單位的時候 至少又可以套現大概70億元 如果是獲得成規會通過的時候 當然就好過去經營酒店 或者是所謂的服務式住宅 那些賺得多少錢才行 尤其是現在 既然間私人市場 大家都還在交頭這麼活躍的時候 現在不賣等什麼時候 難道真的貼近2047大限才賣嗎 誠哥做市往往就是這麼高尖遠足 看東西並不是看眼前那些兩年 最少看往後的一二十年 根本上這個2047大限 到目前為止都是很模糊 沒有一個政府官員 可以很斬釘截鐵地走出來 告訴大家 到底當大部分地契 到2047年6月30日到期之後 究竟是會有一個怎樣的安排 其實2016年的時候 特區政府曾經說過 說根據97年7月公佈的政策聲明 凡是沒有續期權的契約 在期滿的時候 就可以由特區政府 全權著情決定 續期五十年 而無需要補繳地價 但是每年就需要繳納租金 即是所謂的地租 款額就相當於有關土地應貨 應貨猜項租值的百分之三 租金即是地租 其後也會隨著應貨猜項的改變 而作出調整 那麼問題就是 究竟你那個全權著情 是怎樣安排 是不是 即是你著情的時候 你只是跟別人說 你可著情可不著情 你著情的時候就好地地 那你不著情的時候 那就好金 即是說要補地價了 那究竟去到2047的安排是怎樣 其實特區政府真的沒有說得清清楚楚 當然其實有很多香港人都是不清不楚 甚至乎有些人就會覺得 2047年都很遙遠 到了那天分分鐘 我都扔了蓋 所以就不理這些 其實這個多少都有些短事 因為人不是為了自己的 那些財產都要有繼承權 萬一到你的子女繼承了的時候 哇 分分鐘這個的資產 就會變成是一個負累的 即是如果要補地價的時候 那很大劑 如果你有十層樓的時候 那分分鐘要補十層樓的地價 那哪裏撲水 當然 現在就說 可以著情是不需要補地價 但是如果要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沒有人說得清楚 這件事是 所以就不只是看眼前的事情 其實就應該大家都要學習成歌一樣 目光應該是要放遠一點 27年的時間 即是大概四分之一個世紀 話短不短 但是話長也不長 眨眼就會到了 分分鐘 今年成造的案揭 如果是做三十年期的話 就已經跨越了2047 是去到2050年了 所以這件事 就不是說 這麼遙遠的事情 好了 這一節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